为了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 很多养殖企业开始施行全产业链的模式 进行养殖和加工 种株由政府提供 养殖由合作社来做 最后再通过畜牧局检验上市 这样的模式让大和乌珠这样的地理标志农产品 获得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敬请关注本期农广天地走进复原 传播农业科技经营知识 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你好观众朋友 这里是农广天地 我是曾慕 复原县是中国云南省区境市下属的一个县 面积3348平方公里 复原县城东8公里 有熏微岭是云贵界山 也是由前入颠的必经之路 有全颠索要之称 复原县有两样乌黑油量的东西 为人们所看好 一样是煤炭 另一样就是国家级大和乌珠了 今天咱们就到复原县去转一转 habit管的傅里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里面的鲜肉每斤要比市场价贵一块钱左右 但是一到中午这里的肉却能卖得一干二净 您经常在这里买肉啊 对 经常在这里买 是吗 我们家人都喜欢吃的 喜欢吃啊 对 它炒菜不粘锅 炒菜不粘锅 对 但是它这个烧肉那么烧肉香 它香特别香 香好吃 还有好吃 还有这个肥肥肥肥的 在超市记者看到 展柜里的猪肉颜色看起来非常鲜亮 墙上也挂着猪肉的生产过程说明 顾客在买肉时都能知道自己吃的肉是怎样生产出来的 听店里的负责人朱展芳介绍 这里的鲜肉之所以受欢迎 首先是猪的品种号 这里卖的猪肉都来自一个品种 那就是大合乌猪 除此之外 它们是做全程封闭产业链的养殖和加工 种猪是从政府的种猪厂购买 商品猪是企业自己的养殖厂和合作社养殖的 屠宰厂也是企业自己建立的 对整个生产过程有着严格的监管 这上面的产地和生产日期也标注得非常的明显 云南省复原县这是你们的产地是吗 对的对的我们在复原县 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要到这个产地去看看 那里的猪是怎么样的养出来的 而且为什么这么深受大家的欢迎 好谢谢您 从昆明出发赶往复原 大约需要三个小时 复原位于云南省东部 地处云贵高原乌蒙山腹地 与贵州盘县兴意识相连 进入复原 摄制组的第一站就是圣镜关 他紧挨贵州 在古代一直是驻军要地 素有入滇第一关滇前所跃的美誉 在复原民间一直有风波浩颠与诗浩前的说法 离开圣镜关 摄制组组继续出发赶往大河镇 大河镇位于复原县南部 东与贵州相连 距县城18公里 这里是大河乌珠的发源地 大河乌珠原种厂就在这个镇 听当地畜牧局的同志说 我们在昆明看到的猪肉 源头就在这里 走进猪场 记者便看到了一群散养着的黑猪 初次见到这些满身乌黑的家伙 我们的记者充满了好奇 然而人家并不买账 这些猪啊 它跟人还是有感情交流的 如果你跟它交流多了 它就自不由然地跟你不好 就感觉到非常亲近 李翔老师告诉记者 要想了解大河乌珠和它的肉质 为什么好 就必须从种源说起 好的种源是保证养殖安全的基础 也是关系肉质和口感的关键 大河乌珠是在复原地方猪种 大河珠的基础上 培育出的一个新品种 2003年通过农业部审定 2014年获得农业部的 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 大河珠原产地就在大河镇 考古工作者 在大河镇的一个古人类居住遗址中 发现了猪的牙齿 考古人员推测 很早以前这里的人类 已经开始学会 巡化野猪饲养 一直到现在 养猪对复原人的生活 仍然非常重要 因此复原民间 很多的民俗都与猪有关 你看就是说我们就是说 家里到年价 如果说分家以后 那个时候非常穷 对对 家里非常穷的时候 就是说年价人都要买一对小河珠送过去 是吗 对 送过去让他就说 意思就是说 代表他离业了 离业了以后 你就说把这对小猪养 养大以后 那个卖得起 那美好的寓意 然后也让他们有了一个 就是安家的一个资本 对对对对 说得非常好 也就是说 我要是生活在您这里的话 我结婚的时候 我母亲也会送给我一对小黑猪了 当然了 当然了 这个肯定了 复原民间也一直有养黑猪的习惯 人们认为黑猪极利 祭祀过年过节 必须要吃黑猪 因此就人为的 把好的黑猪一代代悬育了下来 除此之外 复原独特的自然环境 更是为大河珠的形成 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你看我们就说 复原性的 就是说 它那个海拔逻叉也是非常大的 你看从那个一千一的海拔 足够到那个二千七 二千七的海拔 逻叉的一个海拔高度的 就是说 它那个形成了 那个丰富的一个植物物种 提供了一个很广的 那个食谱 它吃得非常杂 它的这个适应性就非常的强 对 千年以来的不断驯化 形成了大河珠 独特的肉质 与遗传基因 李祥老师说 大河乌珠不仅继承大河珠的适应性和耐粗刺性 还继承了它优良的肉质 鸡尖脂肪可以高达7% 鸡尖脂肪越多 肉吃起来就越香 好的猪种是保证养殖安全的基础 大河乌珠虽然选育出来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 但品种的优化却一直都没有停下来 而适当的散养就是要回归它的天性 优化大河乌珠这个品种 从而使生产出来的商品猪少生病更健康 离开大河镇 设置组赶往下一站 莫洪镇 莫洪是复原海拔最高的乡镇 距县城60公里 李祥老师告诉设置组 莫洪有复原县最大的一个大河乌珠标准化养殖场 我们要找的无公害猪肉 一部分就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 同时 李祥老师还帮我们联系了养殖场负责人赵峰 赵峰厂长告诉记者 他家虽在县城 但猪厂规定 为了减少人员频繁外出 可能带来的致病菌 他们半个月才能回一次家 除了是养殖场厂长 赵峰还是畜牧局的工作人员 他告诉记者 2008年 复原县政府为了发展大河乌珠产业 保证猪肉的质量安全 特意从畜牧局 抽出八位技术骨干 保留编制 下放到现在的养殖企业帮扶 他和李祥老师便在其中 这些年 他和同事们一直都在努力 今天正好赶上电力部门维修线路 到晚上才可以通电 赵峰厂长说 人可以一天不用电 但是猪射的猪却不能 如果猪射通风不好 里面氨气等其他气体浓度就会增加 猪便会很容易患上呼吸道疾病 影响猪健康生长 走进猪射 里面的猪非常的活泼 也不怕人 地面上几乎看不到粪便 赵峰厂长告诉记者 这里采用的是漏粪地板 猪的粪便都流到了下面 每天都会自动清理 今天虽然停电 但有了发电机的缘故 猪粪得到及时的清理 里面的负压风扇等通风设备 也都正常运转 猪射内几乎闻不到臭味 因此这些猪生活的是相当舒服 对 就像咱们人类的家一样 这里就是他们的家 对 这里就是我们这群猪的吃 玩耍 去吃生活的地方 就像我们人的家一样 只有家里面的环境好了 然后他们才能够健康地成长起来 是啊 猪是一种很爱干净 对环境很敏感的动物 控制好养殖场内部环境 对保证猪肉的质量安全 也是很重要的 内外环境都控制好了 猪住得舒服了 自然就减少了生病的几率 相反 猪就很容易生病 而生病便需要治疗性的药物 这样 在最后检测猪肉时 就有可能造成药物残留量超标 而赵峰厂长却说 在这个养殖场除了环境控制的好 最有特点的就是饲料系统 他说 种源控制 环境控制和投入品的控制 是保证生产出安全猪肉的三个关键控制点 其中投入品主要是指饲料 以前喂料需要把饲料拉到养殖场 然后靠人力一车一车的拉进来 饲料在中间过程很容易受到污染 2013年 这个养殖场投入使用 为了解决饲料在中间过程被污染的可能 引进了一套全自动供料系统 还购买了价值不菲的饲料贯车 第一关就是从饲料贯车把饲料从饲料产 拉来以后到我们的尿残 是清风清晨封闭的 然后到我们的尿残附近 然后在围墙外面 就把那个饲料打到我们的尿残 这个车是不能进场的 对 车是不能进场的 因为车进场了 在外面跑的车 可能会带些洗劲啊 病毒啊之类的 对我们养住这个防控不利 所以你的饲料车停不在外面 然后在饲料 也是从饲料船一除了以后 我们人是看不到的 接触不到的 它就根本对饲料没有什么污染 饲料贯车把饲料打入料桶 通过自动供料系统 传到每一个中端料槽 这样一来 饲料在中间环节 几乎没有接触到外界 也没有人可以碰到 实现从饲料厂到料槽的全程封闭 从而减少病菌的感染 和疫病的传染 赵峰厂长说 这个设内养的都是六个月左右的育肥猪 自动供料系统可以让它们自由采食 为了从源头上控制饲料安全 饲料不仅要企业自己生产 而且每一批原料都有明确的来源 进入加工前也都需要经过厂里面的检测 合格后才可以加工饲料 而复原县畜牧局每个月还会对加工出来的饲料 进行不定时的检查和检测 为了保证猪肉的品质 饲料配方也是根据大核污猪采食特点而专门设计的 赵峰厂长介绍 大核污猪品种虽然好 但如果饲养的不好 肉的品质也是上不去的 大核污猪对饲料的要求不高 于是他们便把当地产的一些大麦 康夫米糠大豆等原料设计到饲料中 来代替一部分的玉米 这些原料里含有大量的粗蛋白粗脂肪和粗纤维 提高了他们的使用量 不仅适应了大核污猪的特点 还可以改善肠胃的消化功能 更为重要的是提高了猪肉的口感和风味 使猪肉变得更香 除此之外 为了改善猪肉品质 每天下午 这些大核污猪还可以吃到大白菜 葫芦菇等青绿饲料 赵峰厂长开玩笑地说 要让这些大核污猪不光能吃到肉 还要有蔬菜 来 小猪们吃饭了 咱们的饭后甜点来了 快吃 他好像挺感兴趣的 赵大哥我能进去喂吗 好 直接喂一下 好嘞 来 我们吃青菜 他真的吃 大白菜胡萝卜等青绿饲料里面 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可以补充大核污猪对维生素的需要 赵峰厂长告诉记者 这几年为了扩大养殖规模 企业和42家规模养殖户 联合成立复原县东横大核污猪专业合作社 社员一部分为本县的 还有一部分为外县的 我们在昆明看到的猪肉 一部分就是这些合作社社员生产的 他建议设置组去骨感水族乡看看 从墨洪出发 一路向东南走 经过三个小时到达骨感水族乡 骨感乡是典型的卡斯特地貌 与木洪风景完全不一样 骨感乡离复原县城135公里 与贵州相邻 平均海拔为1300米 是复原县平均海拔最低的乡镇 而且这里没有任何工矿企业 保留着原始的水族文化 鸡蛋设置组的是骨感乡的王达乡长 他告诉记者 骨感是云南唯一的一个水族乡 骨感水族语意为庆林中有水 只要有水族的地方就一定有水 我们来的村子叫撒娇当 大河乌珠专业合作社就在这里 现在是农闲季节 水族老乡正在聊天打牌 在青山绿水白墙青瓦的硬撑下 村子显得那么闲静自然 王达乡长说 这几天村里的年轻男子 正在排练水族传统舞蹈 他邀请我们过去看看 是不是很可怕 是 这个是什么舞蹈啊 这个是吞口 吞口是复原水族传说中的神灵 舞蹈者手中就是吞口面具 吞口舞是水族的传统舞蹈 以前是用来祈求五股风登 六处兴旺的 我们那个水族来这个地方居住的时候 那个有蜘蛇有猛兽 还有那个战气之类的 弄得名不谣生的 然后呢有一天那个 叶齐鸣风鸣的时候呢 就从水里 热水潭里 我们的热水潭里 冒出了一个那个 转如油满的一个 一个大鸡 是吗 是吗 对对对 变成这个怪物之类呢 然后就把这个 妖魔鬼吧 全部吸出来 吞口救了水族 为了纪念它 人们便把它的形象 制成面具 编排成舞蹈 形成了现在的吞口舞 跳舞的都是村里的百姓 他们忙时干活 闲的时候拿出来练习 在重要的节日上 来进行祭祀 如果有重要客人来了 他们也会跳吞口舞欢迎 王达乡长 本来要带设置组 去看合作社 但乡政府突然有事 就先走了 他说 中午村里为我们准备了 用大和乌猪 做的宰猪饭 他让我们先去 村里的养殖基地看看 养殖基地负责人 叫王卫 2010年加入 富源县东恒大和乌猪 养殖专业合作社 现在已经是合作社里的 养殖大户了 五桶一回收 是合作社对养殖户的承诺 五桶是指统一猪种 饲料 技术 服务和防疫 回收 就是回收出栏的肥猪 猪种是大和乌猪 饲料 是合作社生产的 大和乌猪专用饲料 技术 是合作社 根据大和乌猪生长特点 统一制定的 而防疫和服务 是合作社专门派的 铸厂技术人员来做的 他们在这里铸厂 已经有四年的时间 要求很严格 养殖户必须按照 他们的标准来实行 目的就是要求 养出来的猪 要达到统一的品质 而为了保证养殖户的效益 每年合作社也都会和他们 签订回收合同 四年过去了 当时就是有了合作社的帮助 王大哥才由一栋猪舍 发展到现在的六栋猪舍 一千三百多头猪 结束王大哥家的拍摄 浩克的水族同胞 已经准备好了 大和乌猪载猪饭 正等着我们 大家欢迎一下 大家好 大家好 现在呢 因为有远方的客人来了 我们就杀猪招待 吃载猪饭在复原 有着很长的历史 据说明太祖猪元璋 派富有德大将征南 战争结束后 便把大量的官兵留在云南 由于这些官兵来自内地 所以在过年的时候 为了舒缓思乡之情 家家户户都会杀几头黑猪 并用猪的各个部位 做成不同的菜 再把整个村子的人 都叫来一起吃 慢慢的 这一情节 竟然融入到水族文化当中 水族是个热情好客的民族 他们有自己的文字 语言 舞蹈和艺术 吃着香喷喷的载猪饭 听着豪爽的水族敬酒歌 记者再一次感受到了 水族老乡们的真挚情感 他们告诉记者 湖港虽然交通不便 经济也不发达 但他们却有美丽的风景 和清新的空气 以及淳朴的民风 他们生活得很好 也很满足 送美城横戏 毛巢领埃 给毛巢探业钱 毛巢拉着美丽手啊 美国拉腿 国拉腿 谢谢 谢谢 拜拜 这里的老乡真的是 非常的热情 而且这里的民风 非常的淳朴 虽然我们相处的时间 并不长 但是我们已经建立了 非常深厚的友情 真的是特别的不想离开 我们随不得你走 拜拜 离开古赶 我们赶往复原县城拍摄屠宰 一路上 设置组的情绪都有点低落 我们的记者尤为伤感 虽然来古赶时间不长 但这个云南唯一的水族乡 却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相信未来的某一天 我们依然能够相聚 经过将近三个小时 设置组来到位于县城的屠宰场 现在有一批乌猪已经进场 准备进入带载卷 我们可以看到 那边检疫的工作人员 正在准备进行初检 那么初检具体有哪些项目呢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黄老师您好 您这是正在准备做一个初检 我们现在做 它是带载检疫 查无验证 哦 查无验证 然后是看它来 这是什么地方呢 哦 那边都不满开了 就检疫 这个是一个动物检疫的合格证明 哦 那开这个证明有什么作用呢 它这个证明是证明 它是那里的猪是货给的 哦 我看一下啊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证明上写得很详细 动物的种类 以及这个体运的地点 都是可以看得到的 哦 也就是说 这个合格证明就证明 之前这些猪在拉过来之前 已经做过检疫了 哦 这个它是不是武梁开的 就是 哦 它是武梁建筑所开外的 哦 也就是说 合格了以后有这个证明 才可以进入咱们的厂子 哦 这些年来 大和乌珠的产业化发展过程 并不是一帆风顺 所以为了能够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 他们做的是全程封闭产业链 因此付出的也要比别人更多 如今企业的养殖基地在扩大 合作社社员也越来越多 大和乌珠的深加工产品 也进入了批量生产 销售情况还不错 相信未来的产业会发展得更好 好了 朋友们 本期节目就是以上这些 如果您想查询栏目的更多内容或信息 可以登陆中国网络电视台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